金阿波羅公司捲入恐怖攻擊事件 儘管董作已在強調絕非在台灣製造 但今晚網軍又出現異常 國安團隊發現網路不少操作 試圖要跟台灣做連結 誓字的都知道Made in Taiwan 貼牌上InMIT啊 台灣的呼叫器炸出的傷亡最大 像PTT或在上面 看到很多罐頭訊息 那事實上也不排除人 刻意在帶風向 以認知作戰方式 無所不用其極 想將台灣和恐怖攻擊畫上等候 打擊台灣國際形象 但不只PTT 簡體字抖帶標題寫到 台灣產電池旁植入炸彈 真阻擋武裝從台灣訂購傳呼器 打開中國網站 只要搜尋金阿波羅 相關報導滿天飛 儘管用資不同 就是要將台灣和恐怖攻擊做連結 不只中國搜尋引擎 還有索馬利亞中國研究智庫 更惡意點名 台灣和以色列呼叫器的勾結 被載入死冊 成為世上最致命的半導體間諜活動 這些貼文以及新聞引起關注 但經過國安局調查 多起境外網路惡意操作 背後的引誤者疑似就是北京 這個發文的行為 跟帳號這個建立的時間 我們都可以觀察到 這些帳號事實上是透過一些假訊息的方式 來做這個聯合的發文 那中間可能還包含參照一些假的帳號 還有一些這個機器人的這個發文的行為 國安人員表示台灣和以色列沒有情報合作關係 而目前雖然沒有中國官方媒體介入 但參與抹黑行列這些帳號 在過去發文中不難看出配合中國 反西方反民主 吹捧中國的特色為主 媒體人也指出金哈波羅 在中國完全沒有生產鏈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美國官方要求 在軍情領域合作 但奪得歐美政府的訂單 卻也被中國視為嚴重低音 三新聞綜合報導